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要去医院做鉴定 你不去吗 没这个必要了 是谁的孩子我最清楚了 好吧 好 进来 周周 这是您要的东西 给您准备好了 我们先出去吧 好 你干净可以吗 嗯 可以的 好 好 好 要多长时间去接过 一般是七个工作日子 那我要加急呢 加急的话三天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我加急 嗯 好 好 丽琳姐 还真是你啊 刚刚护士告诉我 说有一个女王范儿的美女在等我 我这一猜啊 就知道是你 又跟我开玩笑 对了 大伯最近的身体挺好的吧 嗯 前段时间开那个泥富达的健康药 加了还有吗 还没吃完呢 嗯 对了 上次我还没谢你呢 你帮我查的那个报告 那女孩的确是弄错了 幸好你帮我查了 跟我还客气啊 对了 你今天过来找我什么事 还不是来求你帮忙的吗 世界上有两件事情 我是不能拒绝的 这一件是变美 这另一件呢就是你 说吧 哎 你还记得你那前姐夫弓箭吗 记得呀 当时你俩离婚 这闹得沸沸扬扬的 大伯都病了好久呢 哎呀我现在 准备跟他谈复婚呢 复婚 嗯 你当时可是把他孩子都打了 他能原谅你吗 我没打那个孩子 这次我都把他带回来了 李俊杰 是咱跟我开玩笑的吧 没跟你开玩笑 弓箭也不相信 这不到你们医院来做亲自鉴定呢 那结果他出来了吗 哎呀我还不知道呢 所以我才过来求你啊 我就想先看一下那个 解研报告 先看一下那个结果 这几天我心里面都特别不搭实 这我也不方便呀 你看 我都已经浪费了五年的时间之前 真的不想浪费时间 让我看一下那个 就看一眼 我帮你现在办法 好吧 您真的是那位在美国纽约 拉斯维加斯和梅阿密的沙滩上 都做过画展的徐一菲老师 这是我最近的一些作品 通账的线条 鲜艳的色彩 果然是你 那我可以留下来吗 可以可以 不过我有一事不明啊 像你这样的问题 怎么会选择我们这么一间小画室 还是教孩子画画的 作为一名艺术家 不可能固步自封 不突破自己 生活当中处处是养料 尤其是相在人家 可以接触到很多小朋友 从他们身上 可以给我很多创作上的东西 我现在看你 温度多了 有什么人 我现在看你 也想要你 我当然想要你 不想要你 我现在看你 那些东西 我现在看你 在这一段时间 我现在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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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现在看你 由你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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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得不错 像水面 awhile 过头会用色 稍微纷满一点 你是谁啊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我是你新来的老师 怎么能证明你是老师呢 你真的是老师 愿不愿意跟老师经常上一些小课呀 好啊 关小萱是你吗 嗯 我给你起个英文名字吧 阿波罗 阿波罗 什么意思啊 就是西方神话里的太阳神 代表勇敢 智慧 酷啊 这个名字不错 很适合我 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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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关小萱 萱萱 这个家长 你找谁啊 主任 萱萱呢 萱萱 跟老师出去了 跟老师出去了 我是送孩子来学画画的 不是让你们带孩子到处乱跑的 你们别着急 这位老师人挺好的 我也是花大量钱 从美国给他借过来的 他画的画 现在正是送到一些个 受伤家来追跑的 接接攀升啊 你看 有很多孩子都愿意上的课 他唯独跟萱萱聊得挺近 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现在人呢 孩子去哪儿了 应该就外面牺牲的 不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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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杜老师 徐政家长找你 你们聊吧 我走了啊 妈妈 我走了 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只能在教室里画好 不要到处乱跑 谁要带你出去之前 给妈妈打个电话呀 你忘了 妈妈 老师说我画得很好 应该有更专业一些的笔 还有画家 你看这是老师给我买的笔 还有画家 你好 怎么称呼您 我姓许 许一飞 许老师 不好意思啊 我希望以后你把我孩子 调出去之前 事先通知一下家长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是吗